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月24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的事 恒大前两天董事会发了一个公告 说要聘请中金、中银、还有中轮等三家中介机构进场 为了应付债务风险,化解债务风险 那么今天呢,恒大又发布了一个公告 公告就是说董事会进行了调整,有进有出 具体的咱们看一段视频 信达香港董事长出任恒大非直董,三年不领酬金 中国恒大03333公布董事局成员变动 包括委任国企中国信达01359旗下中国信达香港董事长梁森林出任非执行董事 去年12月,中国信达副总裁赵立民已加入恒大风险化解委员会 梁森林签约三年,不收酬金 恒大通告指出,今年56岁的梁森林拥有逾30年银行及资产管理经验 她2018年加入中国信达 自2019年5月起担任信达香港董事长 信达香港为中国信达全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境内外不良资产投资,股权投资,加层投资,优质资产及结构性固定收益产品及跨境金融服务 恒大与梁森林已定立服务合约,为期三年,她不会领取董事筹金 恒大又委任肖恩为执行董事 现年50岁的肖恩为现任恒大汽车00708执行董事及董事长,以及恒大集团执行总裁 她2013年11月加入公司并曾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恒大旅游集团董事长及恒大汽车董事长 恒大与肖恩定立服务合约,为期三年,她同样不会领取董事筹金 另外,赖立新辞任恒大执行董事,已投入更多时间处理于恒大的其他业务 而黄贤贵则以健康原因辞任恒大执行董事,但二人都将留任集团工作 上述董事变动,全部自1月23日起生效 有两个人因为身体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辞去董事会职务 但是他并没有辞职,还留在恒大继续工作 那新补了两个人,一个是恒大汽车的肖恩 一个是中国信达香港分公司的这个叫梁森林 梁森林这个人可能还是香港什么金融委员会的一个什么副主席吧 大概就是这个民间机构 那么恒大董事会在这个时候进行调整 意味着什么,这个网上也有很多解读的 说什么央企要接管恒大了 要什么恒大汽车要怎么样怎么样了 对吧,很多 这里我谈到我的看法 首先一个啊,我看了半天 这个没看到中国恒大开股东大会 他只是发了个公告 说任命这个梁森林为非执行董事 肖恩为执行董事 他这个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内地没有这叫法 内地就是董事和独立董事 香港他有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什么独立董事 我想啊,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它区别就在在不在本公司有没有其他的行政职务 对吧,你当不当公司的总经理 法人或者是二级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之类的,或者财务总监 那么你就是执行董事 如果你在这公司没有职务,只是当个董事 可能叫非执行董事 那么这个梁森林,他就是个非执行董事 他本人不在中国恒大来兼职,来上班 这两个人在董事会啊,也不拿薪酬 这么个状态 那么肖恩进这个董事会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吧 他是恒大汽车的董事长 恒大汽车大股东,对吧 控制人是中国恒大,是徐家印 所以二级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进董事会 不代表什么,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或许是说恒大集团,徐老板重视这个恒大汽车的发展 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这个时候,恒大集团都是自身难保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他对什么恒大汽车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进不进董事会,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三十公司的基本运作这种程序,规范 以内地的为例 三十公司的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是叫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来选举董事产生 比如说有的公司是七名董事 有的公司是九名董事,都是基数 这个就跟那个咱们国内叫常委会是一个道理 不是七名就是九名 为什么是基数呢?不是偶数呢? 这个主要是方便投票的时候容易投出个结果出来 你要是偶数的话打平了 这个董事会发起一个议案要召开股东大会 也可以由大股东 就是持股3%以上呢 或者百分之几以上的这个股东 来提议召开董事会 召开董事会干什么呢? 就是议题有提议的这个机构 有大股东或者是董事会来设置 那这个议题呢就是 关于聘请梁森林与肖恩等为董事的议案 一般的这个内地都这么做 然后呢 于某年某月召开第几次股东大会 一般的内地是要提前15天发公告的 然后15天之后到期大家就来参加股东大会 这个股东大会呢 也可以在线召开 就是现场你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不到现场去 你通过网络投票 你只要持有这个公司的股份 你就有投票权 你的投票权就是你吃多少股 你就有多少股的投票权 然后对这个公告出来的这个议案 你去投票 你赞成还是反对 还是弃权 现场投票和这个网络投票同时进行 然后我网络投票一般的是截止到三点 收市的时候 网络投票结束 这个时候在现场开会的 有叫见证律师 就是你上市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他来统计这个票数 然后呢 对票数啊进行认证 然后还要再跟交易所 神交所啊 山交所啊 还要沟通这个票数情况 然后统计出来 你这个议案是赞成票多少 反对票多少 弃权票多少 然后通过了 那么律师再给你出个 这个叫法律一件书 这样上市公司就可以去公告了 公告投票结果 这个议案有没有通过 通过了 那就聘请梁森林和肖恩为公司的第几届董事 这么一个运作过程 然后有董事在一起开会 选举董事长 副董事长 以及各个专业的委任会 比如什么薪酬委任会啊 什么战略发展委任会啊 等等啊 风险化解委任会啊 产生各个专门的委任会 以及委任会的主任 那么这一套啊 就是股东大会到董事会 再到成立各种这个委任会 这么一套程序下来 实际上起决定性的 是这个大股东 和你说持有的股份 你持有的股份越多 你投票权就越多 你投票权越多 你的权力就不一样 在内地啊 谁能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是有严格限制的 董事会以及持股3%以上的这个股东吧 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然后你议题 你议案也是一样的 谁来提议案 提什么议案 这股东大会开 开什么会 投什么票 这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最后拼的就是投票结果 通过没通过 所以它关键有三步 第一步召开会议 第二步 你这会议讨论什么议题 第三步投票 所以你把这三步搞明白了 这一个上市公司的 这个权力运作 基本上就搞清楚了 然后之如什么 董事会嫌董事长 这个都已经订好了 就你七个董事 你已经搞定了 或者九个董事 你已经产生了 那谁当董事长 然后七个人 或者九个人一投票 选一个当董事长 然后再任命 总经理 董事会聘请总经理 财务总监 然后总经理再提名 副总经理等等 这个权力运作 有点类似 就是这个常委会的这个运作 但是这个不同的就是投票 不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呢 把这么多一说明之后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梁森林进董事会 当董事意味着什么 他这一套运作下来核心什么呢 实际上核心就是你 谁掌握着中国恒大的这个股票多 谁说了算 那谁掌握中国恒大的股票多呢 许家印啊 他掌握了60%的股票啊 那开什么会 选谁当董事 讨论什么样的议案 都是许家印一个人分分钟的事啊 他高兴的话 他今天就可以就发公告说 15天以后开股东大会 然后呢 把这一届9个董事全部换掉 这个他才能做到 然后投票的时候 他有60%的票啊 他一投都能通过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许家印完全掌控着这个董事会 以及董事会都被他掌控了 那下面什么管理层啊 什么经营层 那肯定是被许家印掌控 牢牢掌控 所以恒大这个董事会里面 换几个董事 换谁当董事 没有本质意义 更多的是相争性的意义 根本就不代表什么国企进去了 要把恒大控制住了 派一个董事进去 你控制谁啊 派一个董事进去 他有点作用啊 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 但是说控制 那就太远了 我为什么前面费那么多口舌 把这个董事会啊 股东大会运作 给大家讲明白呢 你一讲明白你就明白了 这个董事会 中国恒大 许老板是牢牢掌控着的 你除非说 我就不按你那个程序运作 你这公司啊 我就用粗暴的办法 什么香港的商事公司管理办法 我也不管了 那可以 你只要是按香港商事公司 那套管理办法来执行的话 那许老板就牢牢掌控着 中国恒大 我为什么说 相争意大如实质意义呢 我们先说说 什么叫相争意 相争意就是说 许老板你看 他如果能请 如果说 法律永属啊 这个政策永属 他最好是请什么 请董建华 或者请什么 香港的几个特首退休的 请他来做董事 那是最好的 名声更大 如果他能请内地的 哪个国务院的总理 副总理退休的 去当他的董事 他都愿意呢知道吧 他都愿意请 估计政策不用 实际上这是给他脸上贴金的 换句话说 这是给他站台的 对吧 他请了一个中国信达的这么一个人 做他的董事 实际上他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嘛 吹口哨走夜路嘛 自己给自己赚打 忽假虎威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我董事里面有一个中国信达的 让你们产生联想 我跟信达之间啊 信达都称我 都支持我 否则他派个董事进来干啥 不是自己自找晦气嘛 信达肯定称我啊 我有信达做后台 什么事情都好办啊 钱大家不要愁 实际上他起了一个维稳的作用 稳定大家债券人 以及美元债 以及国内的什么理财的 这些人的心 对吧 你看看啊 我这个不是不是无药可救啊 你看信达都进来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相争意 这就是相争意 叫不言自明 就好比我搞个创业公司 不管你是 不管我是干啥的 然后我请马云做我的执行董事 我倒是愿意啊 马云肯定不干 如果马云被我说服了 说好行嘛 我就挂名吧 当你一个董事 那你说我的身价就暴增啊 那跟我合作的人就排队啊 他搞不清我跟马云什么关系 是这个逻辑吧 但是你也不能说一点实质意义都没有啊 这个也不对对不对 还是有点实质意义 实质意义在哪呢 就是说 如果后面这个债务重组 那么这个 他的董事会 需要走很多程序的 这是必然 你不能不履行 虽然是个摆设 虽然是形式依然走个程序 但是也得走啊 所以派这个 梁孙林进董事会呢 也带有某种程度上 带有一定的这个监视作用 对吧 你的董事会讨论一案怎么讨论呢 为什么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董事会不提到一案上了呢 不讨论呢 为什么上不了议事日程呢 或者你这一案不例如重组 不例如不公平 没有什么市场化 法治化 那这个梁孙林他是要签字的 懂事吗 所有的一案他要签字的 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的表态 那他可以写不同意啊 或者发表不同意见 或者叫弃权啊 这就是态度啊 我给大家介绍过 什么刊美药业被告了 法院判他要赔24个亿 这些董事统统的要负连带责任 为什么负连带责任 因为所有的你都签了字啊 你都认可的 你但凡在那边写个字 说我不认可这个事 或者说签上字 把名字写上 下面写上一句话说 我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那你就不用负任何连带责任 但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很奇怪的啊 你要是作为董事 你要写上这么一句话的话 证监会交易所 他是不用许你写的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啊 我作为董事 我在这个财务报表上写上 我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交易所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你作为董事 你凭什么不能保证 你就得保证 你看看那个咱们的这个交易规则 那么写的很清楚 董事会成员必须要保证等等的啊 所以说你要么这些真实的 你就偷战争票和反对票 这也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有瑕疵的地方 就是你董事啊 你没有办法把很多声音发出去 这个我有机会再给大家讲 他在董事会过程中 他就把你给 把你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声音给你消除掉了 再回到这个恒大这个声音 那么梁森林进了董事 他实际上就起到这么个作用 他作为董事 他可以提议案 提到董事会 说我们要召开个什么会议 召开什么一个股东大会 要讨论什么什么 他有这个权利 他可以提议案 由董事会来审议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那么就要召开股东大会 所以董事啊 还有一些权利 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所以他有一定的实质作用 你要说到一点实质作用都没有 那也不对 但是他的形势远远大如实质 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中国信达为什么这么积极的配合徐家印 徐老板 我以前也分析过 因为中国信达他不归广东省管 广东省是管不了他 财政不管 那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 或者这么热切的去贴上这个中国恒大呢 你看这回派出自己的得力干件 去给恒大站台进董事会 这就是支援他不花钱而已 这是给面子 这是信誉被说 给徐老板撑腰啊 为什么呢 我就怀疑啊 中国信达 以及他下面的分属机构啊 估计介入中国恒大太深了 估计大量的资产沉淀在中国恒大 所以他迫不得已 必须下水去捞 所以他只能就介入到中国恒大的这个债务程度中 这是第一种可能 是他迫不得已 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 中国信达他背后是谁 在中国都一样啊 各种行业 各种部门 有钱的对不对 他背后反正就站着一个大佬 这个是谁的势力范围 对吧 那个是谁的势力范围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信达是谁的势力范围呢 这不好说 我不知道 那么是不是这一拨人 看中了中国恒大 即将师傅动物院的 我先来了 恒大实际就是仙境流断了嘛 导致他爆了一个 他的资产负债 他未必是一个大窟窿 这个是我一直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把他整个的盘完了之后啊 他可能净资产还是正的 或者即便是负的吧 他也窟窿不大 那这个时候 谁的手大 谁的能力大 谁来了实际上就减漏来了 你本来是值一万亿的 我把你两千亿把你全部盘下来了 都是我的了 那相当于我赚八千亿啊 是这逻辑吧 所以说 背后也涉及了这些 就是说是不是有哪些势力 要质解很多 那就让你先拿进来 派他的嫡系嘛 先进来 先占位子 先占个坑 这也是这种可能 所以说恒大目前这些玩法 相争意大如实际 好 这期节目呢 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